保健食品毕竟不是一個藥品 不是吃了馬上就有塑效 那就不是保健食品 那就是藥品了嘛 所以保健食品的部分是 不能力求它有什麼塑效 而因此用了一天 每一效就不繼續使用 我們比較建議大家是 把它當成是一個生活的一個補充 或者是營養素的補充 或是生活的一個輔助品 如果當你本來就已經接受過 一些正規的一些醫療處置 跟醫療治療建議的時候 你還是要持續著醫師 跟針對你的一些醫療建議去做 舉例來說有些病人 有膝蓋非常的疼痛 醫師有開給你一些處方的用藥 應該要持續 我們在使用上面一般的保健食品 都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 保健食品畢竟不是一個藥品 不是吃了馬上就有塑效 那就不是保健食品 那就是藥品了嘛 所以保健食品的部分是 第一不能力求它有什麼塑效 而因此用了一天 每一效就不繼續使用 我們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使用過程 也不能比較太大間斷 持續的使用 一段時間大部分來講 一般像醫生菌 就是舉例來說像半年左右 才會比較有一些顯著的一些差別的部分 所以規則跟每天定期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日每日在使用這些健康跟保健食品的時候 請大家可以用自己比較良好的一些記憶方式去提醒自己 那不管是藥品或保健品的部分 都給提醒自己穩定規則 才能夠去達到期待的一個效果 好